这个无忌平常领先太多了 再上来点一下 南天就在身后 直接交闪的舍舌 Betty身上有一个急事救难 被逼拨之牢炮了起来 他炮到了 但是没有后面伤害跟上 小薇要过来动手了呀 小薇要过来动手了呀 抱歉是家里奥也在往下赶 但Betty有闪现也不太清楚 猴子的位置真的要踢到底吗 闪现躲穷童暴露的二段 第一个闪现 提皮来保 这个提皮是来建模的 哈德是没有闪现的 这个位置被逮住了 划上来打一炮 哈德要先倒 一起得到小薇 是的 小浩这里还要打 因为身后有ZDZ ZDZ5级 恶火苏联找到Q2给闪现 收掉了小薇 还要继续去拍 Q3拍下来 先倒了 但是家里奥也晃到了一个猴子 这个时候剑魔有点能打 一波之牢 没能抛到 交闪现过墙走了 一波二换二 ZDZ好团队呀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是的 第一时间Betty很果断 躲开了这个穷童暴露的二段 不然要直接死掉的 是的 后面RNG又扭头击火哈德 前RNG的决策做得挺好的 知道上一波哈德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击火完以后 你看卢虾的蓝量已经不太够了 是 老小薇又被晕到了 这是为什么AL后续那么果断硬要追击的原因 剑魔这个时候没人打得动他 炮炮也被ZDZ躲掉 小薇来了 时间升降吸力开启 先找Betty 身上有纳美的E技能 自己升降被ZDZ躲掉了 迪波之导也被躲了 Betty躲了能躲的所有的技能 但是没办法 硬伤害面前 操作也是无效的 加里奥靠着他 吴娜现在本来就很优势 张加里奥的一个控制 顶回来大招拉走 我拉得好远 就拉到这里 但是剑魔一个E就上墙了 这一幕 有点点小乌龙好像是 这一幕之前看到过 但是之前大过来的时候 剑魔是没有E的 他被磨掉了 恶灵剑语破掉先钩 W剩下系列直接开启了 那这个E塔要等小浩过来救一下才行 E塔不然血量太低了 铁腕地和拉住 但是纳美直接给大招 恶意收购收购到了一个纳美 防御塔的血量有点低 但是没拆掉 直接到了天空开始转 压力奥英雄登场落地 一棍子先敲死Ugly 但是炒命到 小浩雪量也已经见底 打出了几时 他被动没能救起来 最后双方是一换一 直接踢到上路去 打先锋 又是这个爱口 又是同样的升降系列 直接开启压雪量 这一波打残的深小浩 Brice是有TP的 他这波回家补装被再踢过来 踢到了正面封锁住这个爱口 这个TP的位置很大胆 直接易经的拉开 4000多的雪量 2000多要拼惩 小浩分身过去想先找 但是这个Brice 这边好肉啊 先锋回雪了 第一时间把金光拉到了 自己队友的脸上 直接秒了 可以收购 收购了很多人 但是不致死 先锋1000多的雪量 可以被小瑞直接拿下 而且加里奥奎 奎桑铁两个大汉 堵在这个口子 一个人都过不去 胜枪吸力 再来直接找 找到了机会 按一丝丝的雪量 直接拉开 那边回头一个大招 再把路封住 没能杀掉Ugly 但是你两个人在上路露头 那中路一定是少人的 正面RG直接利用人数差 放先锋 推塔 给阿里 还要再撞一头 二塔 这个先锋好像有点轻不太掉 除外锋链 塔下找到了亏桑铁 但是先锋一头撞上去 爆破在A下 防御塔瞬间雪山见地 拆掉了 直接拆了 而且汤原也在附近 直接上来开小薇 小薇交出闪现 那伤害雪条呢 小浩只剩下一丝四血量 身上有个急事就能 交出闪现 和刺妹刀的舍舌也消失了 闪现套 闪现套 顺便直接找CDD CDD万人从中 但是可选回口 合刀剑魔很顶 但真的没有更多的伤害了 被拉到A后 W收尾 拿下这个人头 那这样一来 可以打大龙了 对 而且还是像刚才提到那个点 就感觉 太依赖小浩开团了 你看这波小浩就很强行的在上 根本没有队友能跟得上他 对 加利奥一个杜劳护盾 把战场直接分割了 然后后面 阿美大招再一封路 阿格雷側面偷一偷伤害 几个人就被 必须得交闪现了 甚至阿格雷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还闪下去 点了两枪 小浩上来敲一棍子 但是根本打不动Race 有一个爆破 买火炼 但是他真的很肉 还有一个W 对 已经收割也被扭掉了 第一时间开Brice 这个决策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小浩直接往回走 血量太低了 在A一枪 ZDZ绕后 过来找QR 砍 砍到了 吴贤 但是拉开以后 在这些字节分为的闪现嘲讽 三个人再撞起来 吴贤要收割了 白蝶只能很绝望的回头 射了一个Q技能 哇 真没办法 RG的装备太好了 正面可能要一波结束比赛了 只剩小浩 小浩一个人 守不住家呀 RNG这把伤比前面两把来说 打得干净利落 甚至都没有来到龙魂 就拿到了 血奏快了很多 对 拿到了不再胜利 而且小浩最后的尝试 出去被烟雾弹致忙 那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RNG点水晶就赢了 最后Q超 找到机会 取权力赢 得死 那我们恭喜RNG 好 桃子 摆下 机会 谢谢大家